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们表演都挺好的 玩得也很强 然后我们个人实力 然后运营 这些都做得特别好 面对Luki的话 我看以为有没有机会 二级来恶心他一下 然后都抓着他 让他玩得没那么舒服 就会好达很多 对上IG战队的话 我觉得就是 宣是一个 很偏野和的一个打野吧 就感觉要去针对一下 他的英雄词 因为他可能一些 千绝暴女玩得特别好 然后就我们看 希望能不能在VP上 针对他们一下 全胜当然挺开心的 但我希望就是不要把 就是战机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压力吧 就希望大家能够 就保持平常心 继续好好打下去就行 还是三楼需要考虑 泽利这个点 而IG继续延阙 就确实波比加延阙 这一套V5玩得太熟了 没错 泽利搬了 那这样 卡丽斯打猴子什么的 猴子没波比的情况下 勋直接选了 为版本服务 卡丽斯塔 卡丽斯塔 阿木姆要吗 不要 要列纳塔 要打线更强势一点 那这样小安跟Wink 可能就要考虑拿什么东西去打了 因为没有塞纳了嘛 毕竟 拿厄斐流斯打的话 那可能你得配一个像露露这样的英雄 才有机会去抢线 要不然就是配硬斧 可能泰坦之类的 配硬斧的话应该是会被一直推线 但配露露的话也抢不到线 因为毕竟厄斐流斯 前面的时候没办法跟卡丽斯塔 拼一个抢线的能力 那倒是 但厄斐流斯还是得选 就看搭档怎么选吧 泰坦要不要主动一点 或者说先抢别的位置的英雄 因为下路感觉怎么选 你好像打下路也不太拿得过 先提前拿贾克斯 这么早 然后三楼给你拿纳尔嘛 那瑞奇出石头人呀 他感觉纳尔真可以选 这一手 因为其实最近也有很多赛区 就是有蝎子的灯板 毕竟卡萨的蝎子也是 你在考虑那个蝎子 但是最后瑞奇拿了个桶子打 桶子打 武器大师也是 这个属于折磨对局 还可以摇摆 毕竟卡哥之前的酒桶也是 也有过打出来打野 对 那后续看看V5怎么说 把小东北也很擅长的 赛拉斯扮掉了 今天赛拉斯这个英雄 BP率百分之百 是的 V5这边先搬赛拉斯的话 有没有考虑出兵女啊 因为我觉得以这个版的来讲 V5自己拿赛拉斯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他扮掉的话 应该就是有为自己的中路 后续出英雄做考虑 但如果出兵女 那就要考虑的是 卡萨能拿到不错的战士型的打野才行 但目前为止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佛爷哥啊 芒僧啊 赵鑫啊 这些英雄都可以选 嗯 目前来看 我觉得芒僧会是更可靠的一支 是的 尤其是卡萨的芒僧 那 V5后续最后一手半位 在搬架里啊 给到了小东北 足够大的尊重啊 看爱基最后一手 要不要搬李桑卓 确实栗桑卓扶耶哥 那一套这个一个倒下去两个站起来 这一套终于还是挺那个的 对吧 但就看V5能不能拿到 把发条办了 发条办了 他们可能会觉得V5目前为止这个阵容 需要补一些AOE以及后期能力 对而且两球一击嘛 毕竟 但现在这样的英雄还有很多 是就T点皮确实不少 是的 这可以先出打野 中路再收一下 还是说就保一下优先级 哦 出乌鸦 乌鸦 想要提中期的强度 啊还是想了想算 佛爷哥 先出打野是比较稳定的嘛 那那我觉得佛爷哥就配B女吧 挺好的 那只要B女左边可能会抢 啊小龙没抢一种也可以确实 抢个B女然后左边再来个 其实如果Mink反正有泰坦在 不行拿个牛什么的来稳一稳也可以 当然就可能下路线不太好受 泰坦还是比较好 毕竟比较稳定嘛 对 锁头 那这样看小龙北 怎么说林三卓要不要 或者说他之前非常擅长什么左翼这种英雄 反正现在IG这个阵容 他们终于也需要顶一顶前中期的 就如果中路在拿太拖发育的 不太能拖得住 萨勒芬妮 我之前有在说说 她在韩服有偷偷在练这个英雄 但记录不多 没想到这一把直接掏了 是 萨勒芬妮我感觉还是更多 以留着打团吧 那这样Rookie这把就选点刷子吧 我觉得冰鱼打萨勒芬妮 其实不是特别好打 我感觉飞机还可以啊 继续乌鸦吗 还是要把前期节奏拉快 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第二场萨勒芬妮对乌鸦的一个对局了 前面看到那把对局 其实萨勒芬妮确实能够很开心的 推这个乌鸦的线的 但是我觉得相比于 那一把萨勒芬妮的一个阵容来说 我觉得这一把 其实IG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 可能萨勒芬妮更喜欢的阵容 因为他这把有很多可以冲进去的英雄 对 头子太坦加克斯 头子啊对吧 像这个你刚说的这三斤英雄 往里一冲 然后萨勒芬妮只要后面给盾给大招 然后顺着队友的这个行动的轨迹 一路延伸下去 其实对于V5的这个阵型破碍还是蛮大的 而且V5这个阵容跟当时AL那个阵容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一样的双C 然后总体来说都是手比较偏短的 对 所以就看V5的节奏 因为其实V5在这个赛季 也是拿出过很多类似这样的阵容 都是那种 三路其实看起来都是有一定进攻压力的阵容 但是前进节奏打得爆好 就没有给到对面机会 而且我觉得这一把 从对线上来讲 V5的上下两条边线的对线会很强 对吧 上路的九筒打武器大师 在我个人认为来说 九筒打武器大师其实还蛮舒服的一条对线 然后在下路的话 本身卡列也是我觉得 这个目前版本的一个对线天花板 可能就要看一下中路 这个Rookie选手 在这把后手拿到乌鸦 面对萨勒芬妮的情况下 会打成什么样子 对吧 因为本身乌鸦这个英雄 还是一个聚焦在中期打团 尤其是在第一剑帝国指令出来的时候 打资源团厉害的一个英雄 他对线可能也就那样 他对线能力确实不强 但前期推对萨勒芬妮应该还是可以的 就等萨勒芬妮等一起来之后就不好推了 但是我觉得乌鸦最强的 还是打小规模团战 它的一个分割地形的作用 对 就是你冲进来秒 也不能秒得了他 然后你不打 他把他一直在那吸 对 说白着吧 还是得看打团 两边阵容摆下 看看这一场比赛 IG是掏出了一些自信之选 无论是贾克斯还是萨勒芬妮 而另一边V5也是选出了一套 他们很擅长的一套进攻阵容 是吧 从这种面上来说 V5还是有一定的进攻压力的 是的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变速 先攻AP九筒 而武器踏实为了尊重队线 这把也是整了个不灭之物 萨勒芬妮和泰坦也都带了完美时机的表 宝如凯这边也有 有时我会觉得是这个传谋拖累的 看见一级会不会有些设计 薰的位置应该是已经被发现了 WINK这个位置站岗 V5应该是要卡点进了呀感觉 嗯 薰这边是给V5的红BUFF放了个眼 但是是被V5事先放好的防守眼看到了这个动作 那将V5卡点进 扫描一开 这边爱基的眼是放在下面的三角草 直接有可能扫不到 看这样子应该是没扫到 那将KASA反正F6一开 开完了往下了 直接换野区 嗯 就让九筒自己的上路抗压 然后V5这边的选择就是给下路恶菲六斯很大的压力 毕竟组办这个阵容 整个团战的一个输出大 恶菲六斯需要承担很多嘛 对 但是我觉得爱基得想办法改变这个换野区的局面 毕竟他这把他其实去上路帮这个武器大师打九筒也没什么意义 他现在下来打不过 是因为我费楼斯在前期一级的时候很弱势 这确实前面卡列不断的往前压 而KASA又在背后 整个下半区现在爱基压力挺大的 哇 激情对A两个法师 倒是前面两人的前两轮兵倒是全都补完了 都是12到 这熏这里还是直接下来了 发现自己的野区空空如也 那这样好亏啊 轩 是的 那这样轩只能逛一逛然后看看能不能去这个进对面的野区了 但是现在这个位置 轩在KASA的眼皮子底下往Rookie这边走 但是应该也只是借一个盗 然后去对面的上半区 就虽然他第一时间没有get到但感觉现在回去反没有特别好反 嗯 你以为KASA也不会让呀 对 Rookie也觉得自己挺能打的 直接原地给了一个W炸了一下 意见的是空调闪现左双翼 Rookie的闪被打了出来 所以对拼了一波2v2上路紫卡就没拿到线权 现在熏可以进去稍微看看能不能反足野了 嗯 萨勒芬妮也在跟 紫卡是卖自己的血量硬推的线哦 那KASA只能隔墙跟着刷 但是熏感觉不想让你就这么跟我隔墙刷 上来直接交沉 跟贾克斯这边也在靠嘛 萨勒芬妮也在 Rookie现在是刚刚踢出来 手才挺小鸡 熏也是顺利的反掉了这个红 抓前面第一波的异技能的交互上 因为永不复兴落空 所以导致确实Rookie也没什么太大的办法 但这个线卡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武器拉人心挺烦的 开了反击风暴 直接被一兔皮撞到 再回头炸一下 一级能拉到 W吃个魂蟹 中路方面 这边 乌鸦的刀数倒是慢慢的领先了不少 这波小东北站这个位置 就是有点勾引的味道 Winter来了 看到KASA在这边反F6 这波人在毛毛招图里面 被稍微拉了一下视野之后 早晚闪现躲勾 KASA反应很快 是的 而且CASA也是 兵线还处在一个战士不错的位置 直接支援了过来 嗯 而且Lookie在中路也干扰了一下 熏过来的一个步伐 但这一波也是 Wake拿到这个线拳之后 一波先动 打了KASA一个闪 嗯 V5中也都掉闪了 这段时间 前面你别说IG在对线期的前面这些处理都还挺好的 总能累积点小优势 就看一下现在IG能不能利用自己终于领先闪现的这段时间做点事情了 看他们这个阵容其实上下路又没有说特别好帮 KASA 我都到上半区 但这个位置是有刚插下去的一颗蓝色方眼位 KASA可能也没什么太多的胃口 哎 这波 先打了一套 但是Ritch反手也回了一波 就九筒打武器大师是个很快乐的队性 就武器大师基本上很难拿这个九筒什么太好的办法 中路两边各自对推了两波之后 现在辅助开始游走起来 尤其是这条小龙的归属 两边现在都没找到很好的机会 小龙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着急 也不一定完全会打起来 但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控的话 可能V5会更急一些 因为他们毕竟有进攻压力嘛 哎 V5 确实也需要利用一下自己在 中下的英雄牌选上面 可能中期比较强势的这一点 但是现在Rookie没有蓝了 嗯 现在感觉打野过来帮他解剥线 找时间回播家 或者是给他个蓝buff 那抓住你没蓝这个时间 而且可以动 哎 很敏感啊 看到这个蓝量见底的乌鸦 直接开下路也有线 你别说这段时间卡列在下路 反倒是变成了被推线的那一方 不过确实也这段时间 小安因为手上有喷火枪的缘故 推线也推得快 那小龙V5放点很果断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乌鸦梅兰 直接出来应接的话 可能自己边要会更伤 对 但是八分钟的波先锋 V5是必须得接的 是的 V5的一个先锋控制率 也是排在所有队伍里的一个第一名 他们还是比较去 喜欢通过先锋节奏来展开自己的推进 而且以及加上这条 我有这一波薰打完了电龙之后 还想再继续吃野 不过你还别说都被他吃完了 这薰也是 一波入侵就吃了两只小的 嗯 哇 这一波线有点长 Rage这个位置 大招也没炸太好 这波感觉要打闪了 直接把他砍交了很果断 嗯 这九筒打武器就是 一旦线长了 就要开始危险起来了 则卡也是找到了一波很好的机会 直接上路是打了一个 召唤神技能的优势 而且正好这个时间节点是下午先锋刷新的时间 瑞士还是没有TP的 哦 这一波薰直接开 但这样的话 V5这个先锋 因为阵容的缘故 我觉得他们也必须得接啊 但是现在这个先锋其实 仇恨一直没有拉开 然后雪亮也是下得很快 感觉要被弱掉了 对 等不及凯撒跟列亚塔来到正面了 那这波 而且也留不住人 嗯 他就直接溜掉了 直接溜掉 那就对于 埃及前期的节奏打得蛮不错的 是 对于V5的阵容来说 蛮伤的前面让一先锋跟一龙 是的 看后续吧 因为V5这个阵容确实在前面打架一直都很猛 如果找到一波机会还是有可能把节奏点上的劣势搬回来一些的 但AJ现在就要利用他 他们前面拿着小龙一只先锋去养一下自己的C位了 主要就是恶飞流丝 说不 双人路直接换上 那这样要叫猴子来吗 但是喀萨其实也一直在附近 在下路同样的 紫卡姚平对V5的双人组 把两边都对着难受 就开始互换渡层了有一点 让自己的AD多发育一下 对 但从这个速度上来看 V5要小快一些 不过 薰手上握有先锋 这波如果他上来直接放先锋的话 感觉还是更有机会拿力学塔 可能想放 直接放了 那比速度来说的话 有先锋的那一方还是要占优势的 总统这波大招直接把线轻了 直接交R 交Q 而且Rich没傻 这波搞不好人要出事 是的 Rich 他主要是清完兵之后 还有一个小的跟上先锋可以扛塔 直接化身盖人了 是的 在塔在 埃及这边正面四个人 我感觉有机会拿两拨塔 成掉了 没有 卡杂 这个成绩也很灵性 那这样下路也能换到一座 换到一座一塔 是的 这波IG的总体交换肯定是赚的 但是有一点可能比较伤的原因 就是因为酒桶跟贾斯对比 就是牺牲发力的话 肯定贾斯更亏 而且IG这边经济也更分散 毕竟人数更多来分这个钱 是的 他确实也是拿到了医学塔 对 但从阵容面上来说 我觉得IG现在这段时间是优势的 毕竟你这个阵容越往后打 其实发挥空间更大 那对于可能IG目前来 这个情形来说的话 还挺舒服的 就看接下来一分钟之后这条龙 其实我觉得如果IG觉得自己截不了的话 这下条龙是可以放的 因为毕竟V5 接下来看乌鸦这一波 能不能出到帝国指令 有帝国指令 那有帝国指令之后 我觉得这一波V5 其实真的要正面打团 还是要更加强一些 毕竟现在 神话装只有两个人身上有 一个是薰 一个是Rookie 这个瑞士身上也有三剑 还有个泳霜 但是看了IG还是不想让这条龙 觉得唯有萨勒芬尼 对吧 那我们来碰一碰 先一个永不负心拉到的薰 薰这边先被打了一个三分之一左右的血量 而且瑞士这一波领先TP 反正上路也没有塔了 他还走过来 直接来中路去击波线 但是桶子会不会在这个地方被截糊 应该不会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他们去抓九桶的话 等于是个小龙直接放了 那这一波 我觉得IG可以选择放 直接让武器大师继续去带呗 对吧 全员转 转到上半区 全员转上 I去也是 这个决策做的还蛮灵性的 这个阵容确实需要耐心 武器大师跟 勒菲刘斯都需要发育 加上其实本身 萨拉芬尼也是需要叠大天使 也得慢慢来 慢慢来 这把是一个火龙的地图 很危险 在这个时候 小安在中路吃到一层塔皮 两边的AD都有神话装了 现在两边要考虑一分钟之后的二先锋了 这个二先锋 V5如果再让的话 等会IG直接二先锋 抱着把这个中一塔一拆 那接下来的龙 可能V5就不是那么好打了 萨拉芬尼神化妆 这波回家 有没有 应该有了吧 嗯 他憋了蛮久的前 对 这波RUGI 有个秒表 网免 有了 V5先推中线 应该要往上面去运动 紫卡带着T往下走 但是这一段时间 武器大师神话装还没出来 其实做的能力有限 这个先锋 IG可以放 也放了 其实对于IG来说 其实 但不一定 因为现在贾克斯病身 还有TP 德同里在下路 准备去吃这波线 但看这个局面来说 我并可一副想锁人头的样子 嗯 周禄这边四个人 直接压了波线进来 然后上面V5之力 已经开动了 这个二先锋 哇 这先锋应该就是想 借着你打先锋的时机 逼一波中塔 是的 然后再去磨一下下坛的血量 瑞士这波也是比较团队 直接来到了正面 防止自己像双手被开 所以贾克斯这边下坛 也是磨了很多血 他直接QR清兵了 哎 Ig打得很聪明啊 这吧 就是 这波团 他虽然放掉这个先锋 但是也换掉了一些 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 换了点塔的血量 哇 瑞士直接 他太团队了 知道这个冲一不能掉 是的 而另一边的话 先锋是放在上路了 直接用来换 边线外塔 来换点经济回来 去给些冰线的压力 然后这一波几个人 直接往上面去转 但正面没有人守啊 正面只有九筒一个人 他现在没有大招 但九筒手线能力 你别说还挺强 还得体重的回防一下 而且这边还要开 小安怎么就只是半选了 这边PBGAD 被粘了一套 哇 直接一波绿枪的combo 但是还好有一个精灵球 给他收了回去 这一波交锋打下来两边 赵然进得到没怎么出 但白手这边好像捏 捏到了小诺北 小诺北接一个大招 出来魅惑两人 皮皮卡的交出闪现 Footic交出进化 这波也交换了一下技能 挺危险的 这波对于两边来说 都是刀尖上跳舞 大家在这边多赚了闪现吧 就对于中路这波交换来说 扫扫扫扫 扫到了紫卡 反正就换资源 对于IG这个阵容来说 确实需要耐心 而V5也得慢慢找机会 就IJ前面这一波拉扯慢慢磨中路塔 V5这个中路的一塔 血量已经没有特别高了 下了半血了已经 嗯 而且V5整个阵容正面手 2BP手也提到了 这手没有左边那么长 他们手塔能力没有说特别的强 这波熏一个小扭声 反正吃到W的减速 Rookie索性把这个 几分迷级换的几跑 这就开了锁 科蒂哥和皮皮卡双半组 还是在站中线 为20秒之后的全场第三条龙座准备 这一波小东北的装备 看回家 感觉要想要把这个四天使 直接完整的掏出来 不知道钱够不够啊 感觉从这个补刀数来看 应该够呛 挺贵的呢 下三分你只有143刀 那加了龙的话 V5直接拿下 IJ让路 因为我现在蛮想主动 去找一些机会的 我现在蛮想主动 但是这个阵容吧 感觉开端 你还是得让Rich来正面来开 对 所以桶子现在感觉得抱团了 要么就是靠乌鸦抽奖 也没别的办法 但是这一波感觉 IJ反倒要想要先生事 紫卡现在电风扇转起来 先开一波Kaza Kaza招出通关键力往后拉 这边一个生产冲击 冲击起了前盘的两个人 V5把乌鸦抵在前方的之后 IJ也是打得很聪明 把Rookie的大招先拉掉了 就回身再来 这边一勾 反手这个恶意收购 收购到了 两个人和一个红灯的假神 Kaza先倒了 PB卡的也要倒 这边感觉V5打不了了 而且后续话 Zika在一个QQ的上来之后 反击洪王一开 Footy把自己的闪现交了出来 Soubo IG拉扯确实很好 他们第一时间通过兵线 卡住了一个口子 让V5这边阵型分成 正面两个 侧面三个 他们选择先对三个那边动手 然后当V5反打的时候 他们选择利用自己的一个 阵容拉扯能力先拉开 就你刚刚提到的先拉掉 Ruqi的第一波大招 Zika也是很懂啊 就开着巅峰上一步 我要进的样子 但是我就赚你一个 然后看你开什么技能 是的 然后乌鸦这个关键大招一招 然后金鸣球再一招 IG的回合来了 这回是真正的熬引了 直接闪现钩啊 各种就是底牌一起出 加上萨勒芬尼侧面的一个双翼 直接控到两人 他就过还顺势把中路这个外坛给拔了 那感觉现在节奏逐渐被IG所掌握了呀 3V5拿到了这条小龙 但是 目前IG握有一个小小的经纪领先 而且武器大师和 厄斐刘斯还在顺利的发育之中 这个位置 在扭自己 想卖 感觉 这部V5应该打不了 就感觉桶子被锁在边线的情况下 确实正面剩下的V5这四个人缺乏开团手段 嗯 虚小能流点差 只能靠麦自己来开这波熏蠢蠢欲动 应该是沟通了一下算了吧 而且选择先去往上转 去做一波大龙附近的视野 而且正好爱奇上路线不是特别的好 其实感觉可以去吃一下 现在桶子来到正面 我感觉RICH这么有闪的 但是同样的姿卡也包了过来 一勾物有措声而过 RICH差点就被勾到 而熊也把自己的假身交了出来 两边又是在试探 主要这波如果勾到的话 正好熊跟姿卡从两边一包加 V5正面撤退没有很好撤 因为毕竟他们双C也是没闪的 对 那正面这个兵线被IG先推了过去 那大龙视野 V5也只能等会再做了 IG搜兵 分上中两名选手去处理一下边线 现在IG虽然正面的气势打得很凶 但是他们正面团也不一定真的能打得起来 因为V5现在跟他们经济差也不大 而且现在也是V5这个阵容算是比较强势的时期 几个C位都是两件套的时间点 对 RICH现在也很苦恼 就他在线上他会越打越打不过武器大师 但是他来正面的话呢 武器大师有可能会通关 然后IG正面又没给你开他的机会 所以说之前也会有很多就是后手拿武器出来打酒桶的一个打法 夏条小龙要刷了 还有40秒的时间 说实话马后泡一下 我觉得这把这个感觉石头人还挺好的 石头人 石头人正面开是吧 对 就好开着要是 但是现在IG能打龙团了呀觉得 现在开始就卡河到口了 主持人现在视野压力有点大 因为辅助是一个软 大龙那边没有视野 现在小龙这边视野没有那么好扑过去 嗯 小安这边也切了个篮子刀 RICH也得来正面了 而武器大师一直在边线在带 薰 在侧面找机会 RICH被稍微减速了一下落在了后面 感觉V5这波是想罗龙 而我觉得武器大师这一波是要提到后面了 直接过来了一波大招 但是马上的芬妮大招给空掉了 大家看看 茨卡这一波怎么说闪现过来 因为皮皮卡的皮卡招伤往后走 连薰仙被处理掉了 反正恶意收购收入到了之后 跟通关天灵 这边Rookie一个人拖着 配合这边的RICH拖着四个 而且同时还把这边的安给击杀掉了 茨卡也被处理掉 这波IG的阵型被打碎了之后 Rookie的大招还在延续 Wink也要倒 这波被打了个灵魂5 这波团萨克尼莎应该不是空掉的 应该是Fortix精华给他解掉了 但第一时间其实感觉 军那个位置开得蛮不错的 但可惜我觉得可能是安被突到了 因为整个这个阵容 贾克斯在切后排里 正面肯定是要保一下 和菲罗斯的发育输出空间的 但和菲罗斯被切死之后 后续几个人其实没有更好的作战能力了 我觉得IG真的脱节了 就为了去跟上薰的步伐 紫卡闪现去硬切后排 但是后面的兄弟们就有点跟不过来 后面主要列纳塔还留了大招来去保护卡里斯塔 那个恶意收购 反正我就对着你武器大师放 对 他只要保住后排就可以了 那这波正面就是 瑞池跟Rookie两人进场去到了正面 然后直接把奥菲罗斯给切死了 看一下上波回放吧 这波主要聚焦一下 看看IG的后排 到底是出现了任何问题 一手的开很不错 来了个R伞 是Rookie换的进化 是Rookie的进化 以及KASA是直接吃马的控制之后 往后走 瑞池这波 先打了一波但许我套点很快 但是你奈何不住 你杀不了乌鸦 还被乌鸦烫得半死之后 二进攻的Ridge 直接把小安给击杀掉了 是啊 这乌鸦太难杀了 对于小安来说 现在Rookie还有金身了 就团战里面就往中间一站 然后开个钉 那现在带大罗BUFF的推进 只能靠明显来磨吧 V5这个阵容没办法去摸塔了 啊 IG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守得很坚决 我直接拉两个 直接炸回来 Ridge这个爆破球桶 精准命中 是的 Rookie这波一先拉了两个 然后拉回来配合球桶 直接把Ridge炸回来了 小安这两波被 确实V5的上中盯防得有点死 那这样感觉高地要掉了 没有了一员大将的情况下 感觉IG阵容缺乏输出了 这边直接给深海冲击 但是 这波就是放高地了 然后上面贾克斯在尝试带线 去换一些经济 但V5这波应该是有机会推两路的 看贾克斯什么又回来了 因为现在还没有把平线 冲到上路二塔附近 这两个大炮车完成了收尾 而同样的下路也是 这个Ridge在带边线 同样子卡在换经济 是的 V5是准备先撤 乌鸦有TP先回去守 其他人来转下路 继续给压力 IG有想法 WINK在藏 但是WINK没有大呀 这波 感觉就只能让 小安这边跌了一只的轮子 但是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去输出 紫卡回到了正面战场 一个异机的又拉到两人 拉回来之后 正面先交出狂风 往后给一个大到天空 正面晕到了三个人的情况下 WINK先倒了 而后续的话 看一下这一波 猴子已经倒地 紫卡冲进去也倒 或许双一截拉到了三个 但是 没人能突破LUKI这个乌鸦的 恶魔所笼罩的范围内 但是最后 这个KASA进去捡个魂 把自己捡没了 变成恶菲罗斯发现很脆 扛一扎塔直接扛不住了 后续还剩下一个萨勒分尼 但是面对对方四人的推进 他应该是没有办法来守住个塔的 是的 依然还是对于埃及来说 非常可惜的一局 最终在三 应该是四龙战里面 没能够成功地稳住局面 被V527分钟拿下了对局 我们恭喜V5 2比0 战胜IG之后 豪取九连胜 恭喜V5 九连胜的傲人战绩 V5在这个赛季 真的是统治级别的表现 而另一边的话 我觉得IG真的在这两把比赛里面 打出了自己的一些风采 对